全世界最贵的十个汽车品牌 法拉利竟然只排第九 宾市排名第五 第一名价值高达24万亿 看看你都知道哪几家 截止到2022年 全球汽车的保留量已经达到了14.46亿 同时还以每年超过8000万台的销售数据在不断上升 而实际上 自从1885年 德国机械师卡尔本茨制造了第一辆汽车以来 汽车行业一直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 科技的进步 消费者的需求变化 以及对环保的日益关注 都在重新塑造着这个行业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TOP 一起来看看 世界上最有钱的十个汽车品牌 涉密程度远超你的想象 第十名本田汽车 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实践于1948年 总部坐落在东京的港区 市值高达547亿美元 本田的产品线十分丰富 涵盖轿车 SUV MPV等多个领域 动力类型也包括燃油车 油电混合车型 以及纯电汽车 在众多车型中 雅歌 喜美 以及CRV 是销量的重要支柱 深受全球消费者的喜爱 此外 本田已经连续65年 保持着全球最大摩托车制造商的称号 除了汽车和摩托车 本田还生产各种小型发动机和发电机 本田汽车的标志发展至今都没有较大改动 是20世纪最稳定的标志之一 标志中的字母H 是品牌名字Honda中的第一个大写字母 其经典扶手以形状 象征着舒适和安全 本田摩托还拥有梦想标识 形式字母H和M堆叠组成的抽象化翅膀造型 又象征着飞跃的本田的技术和公司前途无量 作为一家跨国交通工具和机械制造公司 本田在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超过130个生产基地 汽车产量超过300万辆 除此之外 本田在技术研发和环保创新方面也不遗余力 在日本 本田是技术和活力的代名词 也是很多大学毕业生非常向往的就业目标 公司计划到2040年 将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的销售比例提高至100% 而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 本田也已经与自动驾驶汽车制造商签署合作协议 计划从2026年开始在日本提供无人驾驶乘车服务 第九名 法拉利 法拉利 这个名字在全世界都是赛车和豪华跑车的代名词 当前市值达到了572亿美元 自从恩佐法拉利在1939年 于意大利马拉内罗创立这家公司以来 在过去近85年里 法拉利一直令赛车爱好者们心潮澎湃 尤其是在一级方程式赛车领域 法拉利车队始终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然 除了赛车领域 法拉利制造的跑车也同样享有盛誉 很多车型对于收藏家来说都是价值连城 法拉利所使用的标志有着非同寻常的起源 那个越马标志 最初是意大利一战中的飞行烈士弗朗西斯科巴拉卡的个人徽章 是恩佐法拉利在经过巴拉卡的母亲同意后 才将它用作公司标志的 除了熟悉的越马之外 法拉利的盾牌还包含其他元素 黄色底色取自于摩德纳的金丝雀 以纪念恩佐法拉利的故乡 而上方的绿白红三种颜色 则代表意大利国企 法拉利是少数仍坚持小批量 高利润业务计划的汽车制造商之一 他一直以零广告费而闻名 反正平均每年也只售出大约8400辆车 但就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 法拉利创下了交付新高 一共交付了13,221辆汽车 净利润也随之大幅增长 此外 法拉利预计在2024年 推出一款拥有715马力 12缸发动机的SUV 预计售价超过40万美元 标志着法拉利进军SUV领域的重大步伐 第八名 斯特兰蒂斯 斯特兰蒂斯这个名字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有点陌生 但实际上它可是坐拥 15个汽车品牌的老大 这些品牌包括 马沙拉蒂 阿巴斯 阿尔法罗密欧 克莱斯勒 雪铁龙等 覆盖豪华 超豪华 以及主流乘用车 甚至还包括重型皮卡 SUV 以及轻型商务车等细分市场 虽然它的成立时间比较晚 在2021年 但已经做到了 总销量在全球仅次于丰田 大众和现代 整体年销量为870万台 共计收入高达1874亿美元 此外 斯特兰蒂斯 还有专门的移动出景 金融 零部件及服务品牌 市值达到了607亿美元 斯特兰蒂斯集团 在全球拥有40万名员工 其生产制造业务 遍布30多个国家 并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提供服务与产品 面对电动汽车的新风口 斯特兰蒂斯 亦是紧握时代的脉搏 电动汽车总销量 在2021年 全球排名第七 在2022年3月 他们还宣布 即将投资约1.59亿美元 收购电动汽车品牌 领跑汽车 约20%的股份 并计划与领跑汽车 成立一家名为 领跑国际的合资公司 然而 近段时间 斯特兰蒂斯 也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 比如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之间的争议 让斯特兰蒂斯宣布 临时解雇 托莱多装培中心的 640名代表员工 由此引发的罢工 已经让斯特兰蒂斯 以及通用汽车公司 和福特汽车公司 总共损失了55亿美元 但斯特兰蒂斯表示 他们将继续努力 并持续为利益相关方 和经营地所在 创造社会价值 第七名 福斯汽车 福斯汽车又叫大众汽车 一提到它 很多人就会立即想到 那个可爱的小甲壳虫 1963年 那辆经典的VW甲壳虫 简直是深入人心 并在1968年的电影中 大放异彩 自那时起 福斯汽车的销量 就持续在增长 仅在2017年这一年 就卖出去了惊人的 一千万辆车 截止到目前 它的市值 已经达到了616亿美元 福斯汽车的历史 可以追逐到1937年 这一切都源于希特勒 在1936年提出的一个想法 当年他希望每个德国人 至少是每个德国职工 都能拥有自己的汽车 于是便下令生产一种 售价仅仅只有 990马克的经济型汽车 由工程师 费迪南保时捷主导设计 990马克在当年 大约相当于396美元 换算到今天 大约就是7029美元 由于私营企业 无法生产如此便宜的车辆 于是这块烫手山域 最终由纳粹组织的 劳工阵线承接 当时世界最大的汽车厂 秒速被组建了起来 计划年产150万辆 产量超过了当时 美国最大的福特汽车公司 而福斯汽车在德语中 便是人民的汽车的意思 它标志中的VW 则是来自于 它德文全称的首个字母 连续的三个字母V 象征着公司必胜精神 但从近年的市场情况看 三个V的魔法 似乎失了笑 自2021年3月 福斯汽车宣布 希望成为电动汽车市场 领导者以来 福斯汽车的股价 一直在下跌 而且整个2022年 供应链的问题 都一直困扰着福斯汽车 全球销量直接跌至 11年最低点 只有830万辆 来到2023年 虽然供应链问题有所缓解 但通货膨胀 以及乌克兰冲突 始终抑制了 欧洲的购车的需求 昔日辉煌的福斯汽车 将何去何从 相信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第六名 宝马汽车 宝马汽车这个名字 一听就觉得特别有气质 但这不过是 它的中文译名而已 这家汽车公司的全名 实际叫做巴伐利亚发动机场 创立于1917年 当时它的缩写还是BFW 始至重组之后 才改成BMW的 你可能有所不知 宝马最初其实不是造汽车的 而是造飞机的 你从它那象征蓝天白云的车标 就可以出现端倪 宝马的历史 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当时 它是为德国空军制造战斗机的工厂 大部分人可能只知道 德国是二战的战败国 但实际上在一战里 德国也失败了 在那之后 德国就被英法等协约国 遏制军事工业发展 宝马于是就再也不能造飞机了 为了维持企业的运转 宝马决定转向生产其他交通工具 比如摩托车 1923年 BMW生产了其第一款摩托车 并在此后五年里 一直都是摩托车制造商 宝马真正开始造汽车是1928年 但由于当时缺乏技术储备 所以初期制造的都是些低端轻型汽车 一直到1930年代 宝马造出了他经典的三系列后 宝马才真正进入德国汽车行业的第一梯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宝马是纳粹德国的支持者之一 并一直为纳粹军队生产战斗机和摩托车 其中 百蛇鸟战斗机就使用了宝马的发动机 宝马275军用摩托车也在二战中被广泛使用 战后 宝马的慕尼克工厂被摧毁 设备被作为战争赔偿 宝马一度面临破产危机 直到1959年 得到德国贵族的资助后 宝马才得以复苏 把时间拉回现代 如今宝马汽车的市值已经高达680亿美元 近年来宝马一直在积极发展电动汽车技术 在它最新的企业规划里 预计到2030年 宝马的全球产品中将有超过50%是纯电动车 第五名 宾市汽车 市值于725亿美元的梅塞德斯宾市集团 原名叫戴姆勒股份公司 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 这一家公司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制造商 还是全球第一大豪华车生产商和第二大卡车生产商 这个品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6年 当时卡尔本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三轮汽车 被誉为汽车的发明者 与此同时 梅塞德斯的另一位创始人 戈特利布·戴姆勒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四轮汽车 从此 一个全新的时代被开启 1926年6月 戴姆勒公司与宾市公司 合并成立了戴姆勒宾市汽车公司 而梅塞德斯 宾市这个名字 其实是源自戴姆勒的早期客户之一的女儿 从那时候起 以梅塞德斯 宾市命名的汽车 就是高质量 高性能的汽车产品的代表 这些豪华车型 一直是全球精英的首选 包括伊丽莎白泰勒 可可香奈儿 以及约翰列农等名人 而宾市的标志 也成了世界最著名的商标之一 一直以来 梅塞德斯 宾市集团的核心焦点之一 都是塑造未来的出行方式 2023年6月9日 据路透社消息 美国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 已经批准了梅塞德斯 宾市的自动驾驶系统 可以在特定条件下 无需驾驶员主动控制 即可在指定高速公路上行驶 未来梅塞德斯 宾市将给我们带来 怎么样的惊喜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四名 宝石杰汽车 宝石杰成立于1931年 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 这个品牌最初已生产高性能跑车闻名 它的英文车标借用了公司创始人 费迪南德 宝石杰的姓氏 它原本隶属于福斯汽车旗下 但他们的协议已经在2022年底结束 2022年9月 宝石杰在欧洲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 估值最高达到了850亿美元 一举成为欧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IPO 而且当前市值已经达到了864亿美元 宝石杰的历史远远流长 费迪南德 宝石杰在24岁的时候就已经发明了电动轮套马达 它的设计包括了著名的甲壳虫车型 以及一系列高性能跑车 而宝石杰标志性的车型911跑车 则是出自于费迪南德的大儿子费力宝石杰之手 可谓是青出于懒 近年来 尽管面临疫情 供应链问题和经济低迷等挑战 宝石杰似乎比其他欧洲同行更能从中恢复过来 公司的标志性911跑车系列 以及敞篷两座Boxster跑车 在市场上大受欢迎 宝石杰也是当今汽车折旧率最低的车型之一 成为极好的收藏车辆 本次宝石杰的IPO可以说是赋予了它新的力量和影响力 让它能够在电动汽车的新世界中探索翱翔 宝石杰计划在2030年 让它80%的新车实现电动化 并在同一时间段内实现碳中和 目前它唯一的全电动车型 搭载了首款用于量产车辆的800幅电池组 充分展示了宝石杰在电动车领域的创新和实力 第三名 比亚迪 比亚迪是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汽车制造商 由两个部门组成 分别是比亚迪汽车和比亚迪电子 当前市值928亿美元 它的名字BYD 是Build Your Dreams的缩写 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汽车公司 由中国亿万富翁王传福于1995年创立 最初专注于IT产业 包括二次充电电池 充电器 电声产品 短短十年间 比亚迪就在移动电池技术和制造方面 垄断了中国市场 随后又立即在汽车 卡车 自行车 公共汽车 太阳能电池板 甚至单轨列车等各种电池应用领域 进行了大量投资 比亚迪在广东 北京 陕西 上海 天津等地 共建有九大生产基地 总面积将近700万平方米 员工总数近20万人 此外 公司在美国 欧洲 日本 韩国 印度 台湾 香港等地区 均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 2022年 王传福宣布 公司将专注于电动汽车市场 由于比亚迪对电动应用最关键的部件 电池有着最深入的了解 这对于新技术发展非常迅速的行业来说 是一个关键决策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之一 比亚迪和特斯拉 正在中国市场展开激烈竞争 2024年 比亚迪有望在全电池电动汽车类别中 夺取领先地位 但神奇的是 比亚迪目前还是特斯拉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电池供应商 真是一场有意思的商战 第二名 丰田汽车 丰田汽车公司 以其巨大的市值2444亿美元 稳坐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之一的宝座 作为一个跨国汽车制造商 丰田在东京 名古屋 纽约和伦敦的证券交易所都有上市 它的总部位于日本爱之县丰田市和东京都文京区 由创始人丰田习郎于1937年创立 目前的社长是佐藤恒志 丰田公司的三个椭圆的标志 从1990年初开始 便一直沿用至今 标志中的大椭圆代表地球 中间有两个椭圆垂直 组合成一个T字 代表丰田公司 整体的设计 象征着用户的心和汽车厂家的心 是连在一起的 具有相互信赖感 同时预示着丰田的高超技术和革新潜力 从数据上看 丰田的汽车销量一直处于全球前列 2019年 丰田的汽车销量 达到了约1074万台 美国市场是它最大的单一市场 贡献了约276万台的销量 到了2020年 丰田的全球汽车销量达到952万台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仅是2022财年 丰田的营收就超过了2800亿美元 丰田在21世纪初 推出了普瑞斯 作为首批混合动力汽车之一 成为美国环保主义者 和具有生态保护意识的消费者们的首选 然而 自从有了特斯拉 这些环保主义者 开始谴责混合动力汽车 不再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 而丰田汽车也发现自己 由于缺乏脱碳努力 而在汽车制造商名单中垫底 长期以来 丰田一直是全球最有价值的汽车公司之一 直到2020年被特斯拉超越 此后才有了需要追赶的目标 目前丰田汽车仍在努力加强 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布局 让我们期待它能在未来 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第一名 特斯拉 特斯拉是美国一家电动汽车及能源公司 总部位于帕洛阿托 凭着它约合8,011亿美元的市值 成为了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头羊 这折合新台币高达24万亿 相当于14家法拉利公司的价值总和 特斯拉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1日 由马丁·艾伯哈德和马克塔·彭宁共同创立 并以物理学家尼古拉·特斯拉的名字命名 特斯拉的愿景 是加速全球向可持续能源的转变 致力于为每个普通消费者 提供负担得起的纯电动车辆 目前已是一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 宁古屋证券交易所 由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 均由上市的跨国公司 特斯拉不仅生产电动汽车 还涉足太阳能板和储能设备的生产 但特斯拉很早就押注于电动汽车 并通过电池寿命和充电范围的创新 不断推进这一概念 这让特斯拉的价格 哪怕已经降价到与内燃机汽车价格相当 却仍然能保持高收入 到2022年 特斯拉的汽车交付量达到创纪录的131万辆 并且逐年稳步增长 特斯拉和他的CEO马斯克可以说是互相成就 马斯克凭着他前瞻性的思维 成为了世界首富 而特斯拉也不仅是全球最有价值的汽车制造商 还是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10个最有价值的汽车品牌 哪个最让你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